欢迎收看财经知识库邦宁天才库 我是丁玉珊 上海MWC上个礼拜刚结束 在展会期间除了手机、VR、物联网这些主题之外 5G通讯的发展也成为今年展会的最大看点 随着2020年越来越接近 各家大厂对于5G技术的发展脚步也越来越明确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是5G 5G指的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 也就是4G的下一代 从通信技术的发展来看 第一代行动通讯标准是从1980年代开始使用 当时用的还是类比式的行动电话系统 后来进入到2G世代之后 转成数位化的系统 接下来出现的2.5G则是夹在2G跟3G中间 过度齐的技术规格 可以提供部分3G才有的功能 而3G的出现 网络传输速率提升到了最高每秒2MB左右 有大幅度的成长 智慧手机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2010年左右 全球开始进入4G世代 传输速率提升到了每秒150MB 传输效率也更高 从下面这张图卡来看 随着5G概念的出现 它的传输速度更快了 国际标准组织3GPP在2013年的时候 为5G定出目标 希望可以把传输速度提升到10Gbps左右 也就是比4G还要快10倍以上 甚至到100倍 简单举个例子 如果智慧手机要下载一部高清的电影 4G网络可能需要8分钟 但是5G只需要不到5秒钟的时间 我们接着从应用面来看 可以更了解5G的传输速度 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可以看到1G主要的功能是用来通话 到了2G因为转成数位系统 让用户可以传送数据 随有了简讯的功能 3G时代的功能就更多了 除了通话之外 可以收发图文简讯 上网以及操作智慧手机上面的各种应用 而4G让影音视讯更为流畅 也开启了手机应用更多的可能性 像是现在很红的扩增实景 或者是手机互动游戏 都可以在4G的环境下实现 到了5G时代 所影响的产业与应用更为广泛 除了行动装置上网的速度可以更快 另外因为具备低延迟性 以及更高可靠度的传输速度等等的特性 在其他的领域也都有发挥的空间 例如在车联网 可以让各种车况的反应时间更快速 也更安全 从这张图卡来看 目前5G的几个主要联盟 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TU、3GPP、IMT2020等等的国际标准组织 他们都已经投入5G标准的先期制定 实现5G生活最有可能的时间点落在2020年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由中国组成的IMT2020已经针对5G的概念、院型和技术架构 发布了四个白皮书 3GPP则是在2015年9月的时候启动5G标准化的前期研究 计划在2017年开始进行技术标准的增辑 而ITU也已经开始5G标准候选技术的增辑 预计全球标准最快会在2019年协商完成 虽然大家都期待5G的生活可以快一点实现 但是现在5G还有很多的瓶颈和挑战需要克服 从前面的应用可以了解 5G不只是传输速度增加 而且还必须支援不同形态的应用 所以也必须仰赖各种技术的支援 包含延伸至较高的频段、频谱弹性、多天线技术 多个基点协同运作、装置对装置通讯等等 还有5G以上的频段 很多不是全球通行的频段 各国对高频也都有各种的用途 因此如何协调频段的运用也是重要的挑战 另外就是用户最关心的费率问题 如果费用过高也会影响5G的推广和补给 从这张图卡可以看得出来 各国政府对5G的布局相当的积极 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 对5G更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例如三星已经计划在2018年的 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测试5G网络 至于日本的起步就更早了 他们以2020年的冬季奥运为全球第一个 5G商用化网络为目标来努力 台湾过去在4G的起步比较慢 为了不重蹈覆辙 对5G市场的布局态度也非常的积极 但由于台湾不是ITU的会员 对于电信通讯主流标准 也比较没有主导力跟发言权 只能尽量和设备大厂合作 而政策规划来看 政府将5G分为研究探索期 标准建立前期 以及标准推动与商用期三大时间点来投入 另外台湾在2015年成立的 台湾自通产业标准协会 今年也已经和新世代行动网络联盟签署 合作意向书 要共同推动5G技术的产业应用 在厂商的部分 包含联发科、企机、延华、林华和鸿海等等 都已经开始布局5G技术 希望在下一个世代行动通讯技术的脚步 不再落后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知识库 感谢您的收看 看